今次我們舉辦這個活動 最主要是幫助學生發展到STEM的技能 我們在前一段時間有一堆工作坊 由不同的教授講出不同的STEM的重要性 之後來到下半部份 我們分了一半的同學做工程有關的 一半跟地方有關的項目 透過這件事我們自己去做 自己去探索 其實最主要的重點就是 怎樣令到他們有動手能力 怎樣去解難和定義問題 因為在STEM的過程中 很多時候我們要探索 要去找很多不同的東西 至於怎樣去起步和過程中去修正 這正正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階段 過去幾個月都看到他們很不同的努力 你看到有些同學的成果也進步得不錯 希望我們帶著這種方法 除了在這個學習過程中 還可以回到以後的學習、學校 甚至在將來做設計的時候 會留意得到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不是要教他們怎樣做好這件事 而是教他們怎樣去找問題 怎樣去解難 這就是整個課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實我希望透過這個項目做完之後 其實他們不只是覺得 我只是做完這個項目 已經完成了一個學習課程 反而是開了一個新的一頁 他們將這個學習態度 以及將這個學習的技能 帶回到他們自己本身的 將來的讀書也好 或者在工作上去做其他項目的方法 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他們能夠將這個經驗 回去帶領其他同學 讓其他同學都可以一起學習得到 我想這個真的比較重要 因為他們能夠將他們學到的經驗 傳承出去 一來他們會自己因為教他們 而自己會壓長進 而另一方面 在這個食防下 都可以做多一點更加不適合 因為始終 傳承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這個學習系統 這個學習系統 受到HKEDB 開始了在July 過了半個月 我們有很多接觸的學習 我們有很多接觸的學習 當他們來到這裡 我們談到他們的研究 他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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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非常好 所以我感到兩件事 第一步是在研究 他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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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有的研究 要去做個研究 研究 然後他們希望 成為一個問題 然後他們的研究 然後他們希望 他們的研究 第二步是他們的研究 他們沒有 研究 但他們是不費 科學學習 但他們要快樂 去學習 他們要繼續學習 他們要加油 所以我的研究 從這次教學 是他們可以 能夠他們買到大學院的大學院 去學習,去學習,去學習習 然後現在他們工作在大學院的大學院 這是非常難的機會 另外之後我看了一些學生 他們在初期的學生並解決 原則超過他們的知識 通過這項目,他們學習如何實現 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我認為他們會有很多利益 我叫沈若瑜 我是瓊森書院的一個國際學校 我現在是中三 我是六項夜沙發中學,現在是中二 這個遊戲的目標是來 改善玩家的學術 在遊戲中,玩家就會 要解決幾個學術問題 我們就會用一個AI 來改善數學的問題 對,的困難 那我就做 I'm doing most of the games coding while he's doing all the other stuff maybe like art, sound, and general planning 自己學了很多關於科學的 因為我自己對Bio很有很大的興趣 那我就學了很多關於CAM和Bio的 我會用這些資料 用來 在未來可以更加 我會知道 可以怎樣做這些東西 可以跟他們做 Hello,我是瓊森園 一個在拔萃女學院讀書的4-5學生 我參加了HKUSD和EDB一起做的 一個STEM系統 我這個系統 開始在Phase 1 就學了不同的 Natural Sciences 即是VCAMBio 這些都有說 但在Phase 2 我自己的測試就是 想研究一下 DNA gel Electrophoresis 可不可以有 其他相對 現在最經常用的Gel 即是Agaros 那 實驗就已經有失敗了 上一次我過來做的時候 就未看到DNA 所以今天就再過來做多一次 去看看可能上次做錯什麼 還有再試試不同的Gel 其實我覺得 我都學多了比起中 因為真的有這些 完全是Hands on的經驗 是很難得在其他課程中有的 還有 還有是一個Experiment 可以自己想出來 還有去執行 我覺得是很值得 真的